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使用AnglaGIS开发Web App课程 这一课我们学习 初期篇的快速搭建AnglaGIS开发环境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是我们Web开发的常见的方式 就是去AnglaGIS的官网去下载 网址是这个 当Org 第二种方式是去GitHub 这个网站是可以访问 然后这个有时候可能访问不了 去官网下载的话 他这个地方可以去 要是可以有同学可以访问 可以看到他的API和帮助手册 第二种方式 这个还是有一个中文版的 大家可以去百度里面查一下 第三种方式是NodeGIS的NPM的命令去下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包里面的 这个包是我之前下载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目录结构 这里面有很难的一些 这是从GitHub下载下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我们去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AnglaGIS的文件 好 我们来 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核心的东西 AnglaGIS项目中引用的这个 你把它加载到项目中 我们的JQuery要是引用的话 也在这个项目引用的话 AnglaGIS是会驱动 自动的去检测是否有JQuery 它要是有的话 就不加载JQuery Lite 是这个文件 要是我们项目中没有JQuery 它会不引用 就会有的话 它是不引用 没有的话 它会自动的引用它的内置的JQuery Lite 这是它的API 这文件也是个核心的 因为它的启动过程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是它的依赖注入 它会 这是它的特点 跟NGS不同 这是NGTouch NGroot的路由 然后它一个Messenger 还有Cookies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我的项目 然后我的项目里面 是怎么样一个目录结构 FairBest 这个也可以 就是这两个 这是它的一个压缩后的包 这个是原文件 它的大小不超过 这个应该是新版的 今年是新版的 然后可能稍微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版本 这个是1.3的 我们老板的体积还是比较小 接下来我们介绍几款工具 我们常见的几种开发工具是文本编辑器 我们来打开一下 用 loadpad加加 然后我们打开的这个项目 看的比那个记事本看的好多了 是吧 这是不可比的 或者用这个 这个我们也是常见的 好 然后我们再介绍 Ragio Studio 2003 这款工具 这款工具是 downlite开发人员 因为我设立方向的 就是ASP downlite MOAC 外部开发 然后这个工具肯定是离开不了 好 我们来介绍这个快速搭建的方法 启动过程有点慢 好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带MVC的模板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支持ASP downlite MOAC 4 这个模板 它提供的API 和Bullstrap 好 这个我们可以快速的开发 就用这个安装包 这个是我之前下载好 我们可以创建一下 好 我们点确定 有点慢 我们项目创建好 然后大部分的一些包都集成了 除非有些个别的话 就去分析管理包里面去下载 创建好的项目的容量大小 我们来看一下 不超过10兆 这是目前的 有可能它会变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你看 这个里面 框架都写好了 这是APP About Demo 好 这个MAM 这是Service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Angla GIS 我们在这里 这个是 给我们下载的版本 好 版本 这个是1.2 好 这个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 它 这个里面会通过Man来请求 会在 这个页面 这里去绑定了一个 Data NG View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由于我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网了 今天打雷 可能网线 网卡那边有问题 这系数打坏了 然后我们这一个是我事先下载好的 能够 成功运行的一个 同学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可以创建 也可以 它会下载一个 开源的 相当于就是一个 开源包 它才能正常运行 这是要连网了之后它会自动下载 这是我下载好的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大概是什么内容 这个是本身的路由 我们把这个 关掉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 好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已经打开了 可能刚才IIS 好 你看这个是我们项目中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demo 好 我们来点击一下 你看 非常适合 那我们可以加 然后点update 好 这个上面更新了 看到没 看到没 很酷吧 这个是他们自己就是官方提供的一个demo 非常酷 它是一个怎么执行原理呢 是通过路由从这个地方传参 向于指定一个路由绑定的 然后通过这个路由来引导 这个里面并没有用 ASP-MMC里面的一些路由 而是用的是 安格拉GIS里面的 我们可以去APP里面去看一下 demo 这个是demo的 我们看一下APP的 它可以通过这些路由配置 然后去调用它的一些指定的Ctrl的内容 这一张我们就是主要是讲这个 如何快速搭建这个框架 我们可以改一下 我们可以尝试的改一下 这个是About里面的 这段内容我们可以改一下 黄格币 好 我们可以其实不用运行 你看是不是不错吧 这就一个 我们今天就可以完成一个快速搭建 安格拉GIS的项目 好,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